亚洲航空业一哥国泰航空 20多年来最大的重组行动正式展开 周一宣布香港总部裁员600人 其中中高阶层每4人就砍掉1人 国泰航空说 本坡重组计划中 前线地勤员工机师和机舱服务员都不受影响 总部大约190个管理值会被取消 比重高达25% 也就是4个掌弯就要一个走人 至于非管理值将撤销400个 比重大约18% 被裁的员工最多可以拿到额外12个月的薪水 员工医疗等福利仍将延长 重视服务的国泰航空 面对激烈竞争力求转型 除了大坎三成人事成本外 6月也将公告人事异动计划 预定整个重组行动将在年底前完成 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导 超级烈竞争力求转型 现在苹果更多人换 苹果影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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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好看 小级烈竞争力求转型 小级烈竞争力求转型 小级烈竞争力求转型